2021年中国体育领域涌现出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优秀运动员 这让我们激动激动呐喊甚至哭泣 让我们从下面悬出十位最具代表性的运动员 让我们再次领略他们在赛场上的精彩瞬间 第十位 管晨晨 东京奥运会女子平衡木冠军 三岁拉丁舞蹈 四岁跆拳道 五岁体操 十三岁国家队 十六岁时 我参加了今年的东京奥运会 可以说我的出道就是巅峰 我获得了女子平衡木项目的金牌 在东京奥运会上 管晨晨的代鼠摇摇运动风靡了整个中国 第九位 孙尹莎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可以说孙尹莎成为了外界球迷最喜爱的国评选手 最大的原因是孙尹莎在东京奥运会上 两次完美走挡了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伊藤美成 之后虽然在全运会和世拼赛的舞台上闯进了女单决赛 但都获得了亚军 然而 在2021年的WTT世界杯决赛中 最后一场在拼连举行的国际比赛 孙尹莎最终获得了最终的女单冠军 从而完成了她在三大赛事中的首个单打冠军 第八位 王曼玉 作为替补参加东京奥运会的王曼玉 并没有引起外界太多的关注 然而 在随后的全运会和世拼赛中 王曼玉在半决赛中两次击败陈梦 在决赛中两次击败孙尹莎 并且在全运会和世拼赛中获得女单冠军 可以说 这两个项目的女单冠军都是色彩十足 成为国平队最炙手可热的运动员 王曼玉也位列2021福布斯精英30岁以下榜单 第七位 巩力娇 巩力娇32岁 第四次站在奥运会赛场上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奥运冠军梦 多冠后 巩力娇泪流满面 表示自己终于实现了21年的梦想 如果祖国需要 她会坚持下去 巩力娇获得冠军 创造了中国田径女子千球的历史 第六位 杨倩 东京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得主 领奖台的动作逢迷全中国 成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体育明星 在获得第一枚金牌后 她与杨浩然搭档 获得了十米七步枪混合队金牌 在趁着清华的暑假 杨倩来的东京奥运会 夺得两枚金牌 这注定是她一生中最骄傲的事情 第五位 樊振东 虽然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男单决赛中 输给马龙未能夺冠 但他们都在随后的全运会 世拼赛和年底的WTT世界杯决赛中 夺得了男单冠军 一直占据着男子乒乓球选手 世界单打第一的宝座 2021年初为表彰 樊振东在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上 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四枚运动金牌 被部队授予一等功 这是对樊振东最大的褒奖和肯定 第四位 马龙 东京奥运会获得男子单打 和男子团体两枚金牌 成为第一位未免奥运会 单打冠军的男子乒乓球运动员 也是第一位双圈大满贯得主 目前 马龙已经赢得了26个世界冠军 放眼国际平坛 傲视群雄 虽然目前的马龙逐渐退居二线 但是已经33岁的龙队 依旧延续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第三位 谷爱玲 出生于美国旧金山 母亲谷艳是弟弟叨叨的北京人 北京大学毕业 后来来到斯坦福大学深造 而且还是一名业余的滑雪教练 谷爱玲很好地继承了母亲的优秀基因 不仅在自由式滑雪项目上 具有极高的天赋 而且还是一名学霸 目前已经收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入取通知书 2019年6月6号 谷爱玲成功地加入中国国籍 并且当时公开的那句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谷爱玲报道 感动了无数国人 2021年 获得了自由式滑雪市井赛 女子优行池的冠军 至此成为首位获得 自由式滑雪市井赛冠军的中国人 同时还夺得了多项世界大赛冠军 让外界对于谷爱玲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上 充满了期待 第二位苏炳天 虽然在东京奥运会没有获得奖牌 但是以9秒83的成绩 成为亚洲首位进入奥运会百米决赛的运动员 这项成就前无古人 而且很长时间也将不会有来者 今年32岁的苏炳天 能够达到职业生涯的巅峰 完全证明了 只要心中有梦 年龄就不会成为阻碍前进道路上的阻碍 在2021年 苏神的绰号 必将会刻在每一位国人的心中 第一位 全红禅 东京奥运会的女子十米跳台项目中 全红禅以舞跳三次满分的表现 惊艳了全世界 成为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 年龄最小的金牌获得者 英国的电视媒体 更是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全红禅炸点的表现 在9月份的全运会中 全红禅再次以完美的表现 获得了参加的两个项目的金牌 全红禅2021年的完美的表现 足以在中国体坛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综上识人 是2021年度中国体坛 留给外界印象最深的运动员 而他们在赛场上 顽强拼搏的精神 感染着每一个人 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 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 这也许就是体育带给我们最大的魅力吧